酪梨小黄瓜的部分呢 酪梨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水果 那酪梨的话 它是有号称书中的奶油 所以我今天用这个料理手法 跟小黄瓜配在一起 小黄瓜因为它是有脆口的口感 就可以中和一下酪梨 是比较软爛的 那有些人不喜欢酪梨的原因是 大家都误会酪梨了 因为其实酪梨的话 它是没有任何的味道的 所以记得吃酪梨的时候呢 你只要喜欢的味道 跟酪梨结合在一起之后呢 它就是变成你喜欢的酪梨了 好 今天做一个酪梨小黄瓜 首先呢 我们今天会搭一个这个梨麦 那梨麦呢 我刚才已经先把它煮熟了 所以我们先起一个油锅 再将这个梨麦放进来 梨麦的话算一个是骨壳类的一个超级食物 所以它有俗称一个是红宝石 所以它也是非常营养的 梨麦的部分呢 它水分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把它这个水分榨干之后呢 榨到酥脆 所以因为像我们看一下这个镜头的画面的部分呢 泡泡越来越少的时候呢 代表它的这个水分会比较少 那为什么要搭这个呢 因为酪梨的部分它本身的口感会比较软烂一点 搭上酥脆的这个梨麦的部分呢 它就有中和一下它不同的一个位型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捞起来 捞起来之后呢 我们先把多余的油滤掉喔 好 之后呢 我们现在准备一个搭配的小红瓜 小红瓜在两面呢 上下我们先跑一个面 那这个面的话是方便等一下我们做好的一个成品呢 它比较容易占住 好 好了之后我们就切一半 切一半之后呢 我们再把小红瓜切对半喔 好 它就成为是一个一口食物的一个容器 好 再来酪梨啦 酪梨我今天选用的是哈式酪梨 那哈式酪梨的话必须要从绿色变成是黑色咖啡色 代表成熟 进刀绕一圈 绕一圈之后旋转 好 起来之后呢 用刀尖划一下 再把皮剥起来 皮剥起来之后我们就放上这个凉杯里面 酪梨是算一个很优质的脂肪 那而且它有丰富的单元的不饱滑脂肪酸以外 它可以降低党固醇 那有维他命A C B群 矿物质的 甲 铁 酪梅 好 那这些的话它可以预防这个动脉的硬化以外呢 可以帮比如说心脏病啊 糖尿病啊 所以多汁酪梨的话 它是有帮助健康以外 而且它是全世界最营养的水果 好 接下来我们就加上两大匙的希腊優格 那你选择希腊優格的话 因为它是 它的水分比较少 好 打泥之后呢 我们发现就是变成是 酪梨是非常浓稠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撞到几花袋里面 好 那酪梨的话又称为是植物中的一个 天然的植物的一个奶油 今天搭进来的优格是算一个原味的优格 那原因上它是没有味道 好 那我们准备三盘喔 那它算一个 也可以当一个开胃的小菜 放上去 那里面的话 它原理上 我们可以加一点胡椒盐肥都OK 那我今天都是用圆形的食物的味道 我们给它装饰喔 好 之后呢 我现在搭一些那个红色的繁星化 那繁星化就算是一个是可以吃的食用花 那繁星化的话 原理上 这个是自己种就没有荣药的喔 所以记得 我们下一个带的食物 我们下一个带来做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带来的 那就是我们下一个带来的 就是我老板的肉 那里面就是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下一个带来的